恐慌国家对第二大厂商靖兴 私设生产线这事件越滚越大 检调单位会同卫生局向上追 赫然发现靖兴在新旧厂区 总共私设了高达22条生产线 那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那么简直卫生单位呢 除了是封存一次要出货堆积如山的口罩之外 也把全部的机台查扣了 也寄出了最高法金200万 不过外界呢非常起人移动的地方在于 靖兴从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征用时 就用国家资源制作口罩来图例 现在也被检掉要相加追查 关上机台的店员贴上封条 检掉会同卫生局的机查人员 前往靖兴位在三明区的厂区 查扣机台以及现场数十箱 堆积如山疑似要出货的口罩 一共是22条生产线的一些机具机台 还有成品做封存 那么我们采取200万元 身为口罩国家队的第二大厂 靖兴不但被检掉查出 私设的生产线 没想到滚雪球越滚越大 私产线高达了22条 但第一时间业者却出面强调 只是在四软机台 口罩都没流入市面 这是9月初业者开放媒体 进入三楼拍摄的场景 生产线人员分三班制 日夜都没停工制作口罩 只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却爆出原来生产线根本就是不合法 有没有用国家资源制作口罩图例 其人移动 检掉追查 进行新的厂区 共有两条生产线 19号卫生局上门 现场共查扣了7万多片的口罩 至于原先的旧厂区 五楼是合法登记 但三楼和六楼都没有登记盒备 高达20条的失产线 机台和熔喷不支部的原料 到底是不是隶属于国家队所有 何时开始运转 是不是被征召一开始就启用了 关系到业者是否涉及诈欺 疑似民间的厂商来到静兴 进出匆忙 是不是要取货 一下说是 一下又说不是 令人起疑 厂区的大楼 三楼增设的失产线窗户外面 业者还特别设置了监视器 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 口罩国家队出包案情 是否向上攀升 鬼影重重 记者欧传刘启文 吕昭燕 SNG小组 高雄报道